演奏 出局 我這邊特別加一張孔子的笑跟幽默 有些是講過的 因為像巧笑遷夕 明明在談笑 那可是大家都沒有注意 孔子也跳到禮啊 我是覺得這些思想跳的太厲害了 那這也是說公辭文子不言不孝不取乎 說他說公辭文子公民谷就說他這樣 孔子就說這個公民谷就說不是啦 他其實實然厚言實然厚笑 孔子好像不相信 其然真是這樣真是這樣子 其其然厚 所以孔子顯然是不相信 所以只要笑之實者也 因為孔子是聖之實者也 孔子的笑非常的少 最近看《尤大福音書》 《尤大福音書》裡面 耶穌笑過四次在裡面的記載 可是在《新約聖經》裡面 耶穌從來沒有笑過 所以聖經非常不喜歡人家笑 因為覺得笑不嚴肅 可是在《尤大福音書》 耶穌笑了四次 我就非常高興 表示不讓人笑 不強調耶穌笑是正點化的結果 耶穌是會笑的 這個剛剛上次講過 父子、神之 神之一個不好的笑 看不起的笑 所以這裡我說 我怎麼會交出這樣的弟子 我這邊的標題 跟剛剛那個一樣 就是那幾個人有爭點的那個 怎麼會交出這樣的弟子 那牛刀小事 也在這裡前言戲之耳 所以孔子會開玩笑 不是不會 因為太高興了 說這才是我的弟子 無師之為之能信 所以叫他去做官 孔子就很高興 所以這樂不是說的意思 這是那個肅心旁的樂 這才是我的弟子 無所取才也是 這是一個雙關語 雖然我不太知道 在孔子那個時代 無所取才是不是個雙關語 但我們現在從 所謂的國語或標準 或普通話來講 是個雙關語 無所取才的才 包括它是木才 也是才能 你不是那個材料 所以這個無所取才 那這個季文子三四日後行 剛剛講過 我們現在都勸人三四日後行 其實是沒有好好讀論語 因為孔子文說 再思可以 就講兩遍就好了 趕快講三遍了 所以現在廣告詞又說 我這邊叫別想太多 什麼因為很重要 所以說三遍 那都是騙你的 真正重要 講一遍他都聽到了 這也是孔子自嘲 說聖人不必多能 所以太宰為子宮說 父子聖者與何其多人 你老師真是聖人 什麼都會啊 知道會的東西很多啊 子宮曰 子宮當然要替老師說好話 說因為天眾之將聖 這老天爺要讓他成為聖人的 所以他才那麼有能 孔子聽完以後覺得 太宰知我故 這句話雙關語 太宰不懂我 那你子宮總該懂了吧 他不是我學生 他不懂就算了 你懂你都不說 你就順著人家的話講 我少爺見 故多能鄙視 我哪是聖者 我就是因為小時候環境不好 社會地位不高 見是社會地位不高 故多能鄙視 君子多乎再不多也 那些君子他會做什麼事呢 有官二代 富二代 會做什麼事 什麼事也不必會嘛 對吧 所以這句話很酸啊 非常酸 特別是子宮 沒把這話講出來 他更討厭 子宮常常順著別的話 把孔子加高一倍 做生意的就這樣 我這東西好啊 真材實料啊 人家外面買 人家外面用的什麼料 我用的什麼料 開玩笑 我這個不參涉 素不佳 什麼人工事 什麼甘味 什麼這類的 你吃外面吃的那麼甜 那不是真的甜 那就是阿斯巴甜 阿斯巴甜 什麼東西 你上網查一下 下次 他說 我有知乎在愛 無知也 說自己無知 這跟蘇格拉底講的一樣 說有筆夫問於我 有人說無知也 說當我無知的時候 人家來問我 我不知道的時候 空空如也 然後我就折起兩段而結約 有些事情 我不太知道結論 或我不確認結論 我就問他 問他以後 左邊一個極端問一次 另外一個極端問一次 然後再給他答案 譬如說有些人說 老師我到底該不該離開他 這樣 我就說好啊 那如果離開他 你會怎樣 這是一端 然後如果不離開他 你會怎樣 這是另外一端 對吧 等他兩端都講完了 大概他慢慢也找到一個中庸之道路 你可以離開他 你已經想到後果 差不多也是這樣 如果你沒想到 我還可以告出來 你也可以不離開他 那後果是怎樣 好 這裡講到那個慾 就希望孔子能夠出來做事 所以他用了一個比喻 所以一塊很美的玉啊 然後是到底把它 藏在一個夾子裏面保存好呢 還是拿出來賣 孔子當然知道意思 賣吧賣吧 只要有好價錢 有人說這個股是價的意思 有人說是商人的意思 總而言之就等待好的價錢 或等待商人來買 出價就賣 這是我開玩笑的一個標題 還要直預居酒儀啊 想到這個外地 就是邊疆地區或者邊鄉去住 那獲約 別人就說 老師你去怎麼漏啊 那地方什麼都很簡漏 連Wi-Fi都沒有 你怎麼就去了呢 只曰君子居之何漏之有 君子當然就不漏了 這個漏是指文化上漏 那因為君子已經去了 就把文化帶去了 那地方就不會漏 就像台灣幾十年來 因為戰亂的關係 所以呢 非常幸運的出現 或者幸運 或者開始怎麼說 就把中國大陸不同省份的人 都集中在台灣 這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事情 不同省份全部集中在台灣 所以台灣的文鋒絕症就比較盛 如果當時沒有白色恐怖的話 大概不得了 有白色恐怖都可以 看到這麼多 在以前沒有的 在抗戰時間 很多人跑到重慶也是一樣 不然的話 你在你的省活著 就不會人文會翠 這種人文會翠的歷史機緣 是非常難得的 這也為什麼台灣 在文化上面 至少到目前為止 還會讓中國大陸覺得 好像有一點希望的 或者有一點勝出的原因 那是一個歷史上的一個 偶然 所以君子不漏 君子居然 有人來了就不會漏 不然的話 你說會去嗎 如果是太平期間 頂多去一個地方玩一玩 你不會在那地方 就變他鄉變故鄉了 好 我覺得這段 有一首江匯的歌 挖薄之魚 挖薄之魚 我就是要表現這個 孔子說 出責事公經 講自己的能力 我可以到外面去幫忙 人家當官的 然後入責事父兄 如果回到家鄉鄉里以來 我還可以對家鄉父老做一點事 喪事不敢不免 如果出了喪事 我有這方面的償財 這我也能做 不為酒困 我說為什麽 聽見很多時候到這裏 有人說 因為那多少應酬啊 應酬就要喝酒啊 還有中國古代的酒 跟現在不一樣 現在很多酒是蒸餾的 所以酒精濃度很高 那中國古代的酒 像田酒娘這種酒 是發酵的 所以酒精濃度不高 所以就算你跟孔子拼酒 用現在來喝 孔子沒那麽能喝 但是用他那種方式 他能喝你也能喝 很少人吃甜酒量 然後醉的 你吃太多 頂多就撐著 這是有人告訴我 從歷史上來看 孔子不為酒困的原因 是因為他酒精濃度並不高的 不是他很能喝酒 如果他酒精濃度不高 他又能喝酒 那真的是不為酒 何有餘我哉 這對我來講 有點困難 好 那這段呢也是 是哈 就是說子曰 一臂運袍 這原來有個袍字 一臂運袍 與一胡合者立 而不持者其求也 所以他不在乎 自己穿著別人插 然後站在一塊兒 他也不會覺得很羞恥 這樣的人大概只有子路吧 然後就念了一首詩 不知不求何用不張 子路終身送之 子路就這句話好 那又誇獎我 那我就是背 空子就開始叫他冷水 是道也何處於章 你就去做就是了 你幹嘛一天道也 背著背著呢 背著就變好嗎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你要一個字一個字的去斟酌 可能就不是意思吧 是道也這就是該做的事啊 或這就是道啊 那怎麼能夠章就是善 怎麼能夠善 應該是我剛剛講的那樣 這個道也就要去實行它 不要每天掛在嘴巴裡面 掛在嘴巴上面 不能變為善 你這樣解釋就比較合情合理了 好 這個標題 小女時你在我心中是 一首叫做傳奇的一首歌 對吧 我第一次聽到的是 王菲在中國大陸央視春晚唱 非常好聽 後來發現作者是個男的 那這段話呢 孔子段話 N個古人說他聽不懂 說沒辦法解 我第一次看就懂了 好 所以我不是很天才 我只是用現在的官方去講 因為很多古人不認為孔子 跟情感有關 好 說唐帝之華 這個華就是華的意思 唐帝這種華 偏其凡耳 就是他的葉子是翻過來的 像耳朵那樣翻過來的 齊不耳思 我難道不想你嗎 有人說思是住與詞 可以有地方思是住在詞裡面 但不永遠是這樣 我們覺得合理的說 我難道不想你嗎 耳思就是思耳 我讀到這段都會想到 可耳必思 又有個耳思這兩個字 好 說是是原耳 我難道不想你嗎 可是我住的地方離你太遠了 那時候沒有手機啊 沒有什麼的 子曰為之思也 你可見孔子還解釋這個詩 孔子解釋的詩 常常跟後人解釋的詩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次董宗書在文章裡面說 詩無打鼓 詩沒有固定的解釋 這是從以前就非常後現代 後現代才 現在的社會科學裡面的後現代告訴你 沒有一個中心的一個思想 這個思想其實是有很多很多的解釋的空間 那當時孔子這個時候 其實就是 為之思也啊 你只是沒有去想吧 何遠之福 何遠之福 你想了就不會遠了 對吧 不就是想你是你在我心中 想你是你在我身邊嗎 所以這句話怎麼會不能不解呢 我常常對古人的不解感到不解 您聽懂就好了 好 子位於匡 這也是一樣 約約後 兩人就走散了 子約無以如為死矣 我還以為你死了呢 你想到這個在大難之後 兩人相逢 師生相逢 很感動的說 約子在回何敢死 你看講的多好 這兩人師生敢死 老師你還在呢 我怎麼能死呢 我還要傳你的道 我們正式講的是這個 如果犬台詞 或者我們開玩笑 講說 老師你逼我老啊 要死也是你先死啊 你都還活著我怎麼會死呢 對吧 這也是另外一個可能 當然 你就假定言會很嚴肅的人 那就不會這樣想 如果假定 這兩個師生 可能都有一點幽默 那這就是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各位知道 最好不要碰到 在大難期間 比如燒了火啦 什麼災難以後 你倖存下來 看到一個你認識的人 特別是你的親人也幸存下來 你第一件事情 大概就是抱著 然後講出一些類似這樣的話 真帶去你啊 萬一你死了怎麼辦啊 那萬一他真死了 你還不就辦了嗎 怎麼會怎麼辦呢 對不對 你活著是活著的辦 死了是死了的辦 這沒有什麼怎麼辦的問題啊 我們這樣講 當然太掃興了 可是 常常有人說 我怎麼辦 我常常覺得 你放心 你一定會有你的辦法 人就是survivor 你如果不想死 你就會想出辦法來 你想死那就沒辦法了 長者先死啊 那另外公屬文子啊 跟他的大臣傳同生諸公 這是不合以前禮法的 你的下人怎麼會跟你一起呢 所以這個是 前提是我們現在比較不了解 說這是什麼錯呢 他的下屬生兩級啊 他生一級啊 可是在古代這種事情 不會發生的 所以這是一個超越禮法的事情 孔子文到了就說 哎呀真是文啊 文子啊 那文什麼意思呢 文在釋法裡面 有大概四種 還有六種意思 我現在忘了 其中一種叫做 驚天偽地 這個人很有學問 就可以叫文 真文正公 像這種就是文 所以呢 文有另外一個意思 上次說 把它唸成文 就掩飾的意思 真的是 你這個嗜號真的是 完全不答 什麼台大最受歡迎的老師之一啊 上次有一個出版社做了一個廣告 看得我莫名其妙 說孫教授是台大四大名嘴教授之一 我馬上就愣在那 那其他三個人是誰啊 我跟誰並列四大名嘴啊 這是什麼京城四大五塊 四大名補或四大通緝教範 我竟然是台大四大名嘴教授 所以後來我就跟人家交換一件 我們兩個筆跡還不太對 他說那個應該包含誰是誰 我說不對啊 他沒有錄課 怎麼會包含誰是誰 我們兩個就沒有達到四大名嘴之一 下次要去問問那個人 做廣告的人 到底誰是其他三大名嘴 這樣 我的猜測是應該跟開放式課程的排名有關 因為本人的愛情社會學是第一個 台大開放式課程突破十萬點閱人次 那是我的課 後來被《紅蛾夢》追過 然後最近大概被人家抗議 所以他們後來就沒有 就把那個點閱人數的資料隱藏起來 原來在第一頁 後來還被維積分幹過去 我就噗嗤就笑了出來 我想維積分點閱率比我還高 這是什麼概念 唉 好 這段語很多人很認真解釋 我覺得這裡邊一定有一個孔子自嘲的部分 所以有人叫維生母 這維生母聽起來很怪 要不然就是細菌 要不然就是什麼維積分 維生母就跟孔子說了 這個畏通常有一個批評的意思 說某何為是嬉嬉者於 你怎麼就稀稀惶惶惶的一天到晚這樣到處走 在別人眼中看他就想求觀做 後來在唐玄中寫一首詩 就用嬉嬉這梁子來描述孔子 何是嬉嬉者於 無乃為令乎 這個令是孔子最討厭的一個字 就像本人剛開始教書 最討厭的一句話叫做濫於充術 我又不是我啊 於就是我啊 濫於充術 我很認真教書啊 我怎麼是濫於充術呢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自謙 要覺得很謙虛說 哎呀我就在台大濫於充術啊 我從來不講這話 我又不是市場裡面的爛話 對吧 好 無乃為令乎 你難道是令不令 就是說好聽話沒有真心的意思 孔子曰非敢為令 我哪是令呢 極故也 這個極故也就有一個標準解釋是說 我討厭顧漏的人 所以呢 一有顧漏的人我就會說話 可是這寧是說好聽話耶 你如果說我哪敢說好聽話 我就討厭那個顧漏的人 這話說得通嗎 你說我討厭說好聽話 但是人家實質有好事情 我當然要說好聽話 這才有道理啊 什麼只會極故也 跟其敢為令 就是說你要不要肯定說 人家說你說好聽話是真的 那你如果說好聽話真的是 因為人家你的批評是有真才實 所以呢 我這裡的解釋是這樣 說如非敢為令 我這人不是要說人家好聽話 極故也 我這人就有這老毛病 極 極就是毛病 我是這樣解釋的 所以這不是念 是顧疾 有人顧疾 或者救疾 就是老毛病 有人有痔瘡的老毛病 有人有什麼的老毛病這樣 好 這是老鄉 開個玩笑 如果你不知道圓壤是誰 你不知道疑似是幹什麼 你大概就 這句話就不太容易解 圓壤是孔子的老鄉 可能跟他差不了幾歲 一起長大的人 疑似呢 就蹲在那裡 就是像很多鄉下人 就蹲在那裡 因為沒椅子坐嘛 他也沒坐在那裡 所以這應該是孔子告老回鄉之後 在鄉裡面走 碰到了這個小時候的玩伴 可能比他大一點小一點 就看到他蹲在那裡 坐在這牆腳後 靠著牆就蹲著了 疑似是這樣 子曰 幼兒不遜替 打招呼嘛 就互相虧來虧去嘛 特別男生是容易這樣 也沒說 哎呀月長你好啊 好久不見啊 沒有 用這種打招呼 幼兒不遜替 你這個小子 老小子應該是 小的時候就不聽話 不遜替 是個淘氣的孩子 調皮的孩子 長大了也沒做什麼 值得讓人稱術的事情 你到這把年紀了 還不死啊你 從沒有什麼 就浪費人生糧食嘛 對不對 視為賊 老而不死 你這個人就是個賊啊 就是寄生蟲啊 這樣子的話 以仗扣其 這個念經還坑而忘 就拿孔子的仗 因為六十可以仗於鄉 古代人只要六十歲了 就有資格拿拐杖 不然的話 除非你是殘障人士 不然不能夠 在鄉裡隨便拿個拐杖 所以孫老師現在 是有資格拿拐杖的人 雖然沒事 那天我就想說 我是不是該去買個拐杖 好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這是一句開玩笑的話 跟自己的老朋友 虧來虧去的話 有人說 孔子怎麼那麼不禮貌啊 敲人家的膝蓋 老人家一敲的骨子 疏鬆就敲碎了嘛 對不對 然後後來又罵 老不死是為賊 叫老賊 在這個以前 還有老國代時代 那有一個立委 我們就不講名字 上網可以查到 就在立法院的廟堂之上 公開聲稱這些叫老賊 後來引起很大的爭議 後來又有這個 野百合運動出現 後來那群所謂的老賊立委 所以就全都退了 然後上來的人 可以叫新賊嗎 好像也不能 也不能這麼說 好 怎麼就不相信我 這是我的標題 我後來發現我這個標題 也真好 我原來就有一個這個 這個 powerpoint 這個演講是 我很早做過的演講 所以這次就加了標題 把這標題全改了 改完以後 我自己欣賞得意 意而我真是天才呀 這必須照著上次也講過 他說無起跑怪 也在焉能謝不辭 說我能調在那兒 就不去做事嗎 他真的不會想去的啦 因為畢竟你衡量一下 去確實可以 可以伸展你的長才 但是這個人 也不是什麼好人 他師出無名 你去跟一個師出無名人來講 你自己就算有再好的才華 也是被糟蹋呀 人既然有才華 就應該跟著正道走 我覺得這也是各位選擇一樣 將來有人聘你 你可以不能說 他是第一個聘我的公司 他給我十倍的價錢 然後我做違法的事情 能這樣嗎 你有這才能 就算別人不聘你 你也不能去做違法的事情 這東西就類似 可是很多人呢 因為討厭孔子 就覺得你看 這傢伙老小子想當官想瘋的 你從斷章取義來講 有時候是可以這樣解釋 那這個是孔子笑和幽默的講義 你也會做錯了 你會做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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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做錯了